不少小家庭的新宠儿 那是哪一个 就这个 一直想象的还有这个 在易近荧幕上动动手指 就像来到日本餐馆 各种拉面任君挑选 买单结账后 贩卖机里头似乎藏了个大厨 能在两分钟内 现场料理一碗热乎乎的拉面 随着时代演化 现金付款也渐渐走入历史 如果也是50块100块 那如果没有50块 没有100块的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手机最方便 那手机方便的话 它有很多的支付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去达到 我们各的购物需求 非现金化成了趋势 叶子支付无疑是潮流 瞄准商机 全台最大贩卖机系头商 就专攻替贩卖机智慧升级 贩卖机这个产品 大概产业已经超过30年了 那即便到今天为止 很多贩卖机的运营商 他们还是在做手抄表的动作 就是他们怎么补货 收多少钱 都靠纸笔在做记录 有感于市面上贩卖机 大部分得依赖人力道场 才能了解缺货卡币的问题 升级模组是在既有装置内 增设手掌大的机台 普通贩卖机几分钟时间 不只用在贩卖机 所有无人机台都适用 洗车